我是小三的孩子 继妹是原配的 我妈进门后 天天虐待妹妹 我跪在爸爸脚边求她帮忙 她却说 随他们去吧 盈盈 后来我才明白 为什么爸爸能那么淡定地看着妹妹挨打 原来一切都有迹可循 今天是我相亲的日子 对方是韩氏集团的公子 刚从海外留学归来继承家业 正要出发 妹妹跟了出来 我妈嫌恶地说 姜叔 你从哪儿翻出来这件酒裙子 吐死了 她想关上车门 可是妹妹一闪身就钻了进来 她欢快地说 爸爸 开车呀 误了时间可就不好了 进了酒店包厢 双方礼貌寒暄 韩夫人疏远地叫我一声江小姐 转头她就对我妹说 小叔 你这条裙子倒蛮别致 妹妹微笑道 阿姨 这是就衣服呢 韩夫人戏看了一番 叹道 我记得 这是你妈妈生前 我陪她去买的衣服 她爱连地抚摸妹妹的头发 乖孩子 你受苦了 阿姨这次回国就不走了 让阿姨来照顾你 她这一番话 无异于当众扇我妈耳光 骂她小三上位 还虐待原配孩子 我妈心里冒火 脸上却不敢露出来 韩家势力很大 她正梦想着做豪门丈母娘 她在桌子下踹了我一脚 指望我主动表现表现 我却将脚缩进椅子下 我并不是恨嫁女 没必要当众讨好对方 再说了 这种场景 她明明见多了 早该习惯 原配和爸爸是校园情侣 有太多共同好友记得她 更何况 爸爸自己也不掩饰对原配的怀念 家里至今还是老装修 连一把椅子都没换过 那次我妈打碎了一只花瓶 我爸一星期都没跟她讲话 我正在出神 爸爸忽然提醒我 盈盈 韩叔叔在问你话呢 韩叔叔笑得温和 盈盈 听你爸说你最近在找工作 来我们公司吧 韩业带的技术部门正在招人 请你来做HRBP 还没等我开口 我爸便一口答应 或一下子把这么重要的岗位交给他 盈盈 你可不要辜负叔叔的期待哦 相亲结束 韩夫人握着妹妹的手 带他一起走了 我妈在车上不敢发作 回了家 我爸才进书房 他就把包一扔 跺着脚发火 江叔都已经弄到韩夫人的微信了 你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打算啊 他妈那么蠢 竟然生出了这么精明的女儿 你呢 你都呆死了 他说着说着 就想用手指来戳我的额头 我抱着胳膊 冷冷地看着他 他的手猛地杀住了 我妈不敢碰我 因为爸绝不允许 十几年前 期末考试 我没有妹妹考得好 他打了我一顿 我爸回家时 他撒娇告状 没想到当场挨了一个巴掌 我爸冷冰冰道 你是什么东西 也敢碰我的女儿 我妈捂着脸呆住了 他可没少打妹妹 一开始还背着我爸 后来当面都敢对妹妹挥藤鞭 原配的孩子都可以随便打 自己的孩子竟然碰不得 他想了很多天才想通 欣慰地说 你爸爱你 不爱你妹妹 而一个男人 只有爱一个女人 才会爱他亲生的孩子 他陶醉在幸福中 我入职以后 收到妹妹的简历 停估通过 简历却在寒业那里卡住了 他将我喊到办公室 为难地说 按照公司招聘标准 你妹妹这种二本学校 没有面试机会的 你是HRBP 不该带头破坏标准 韩式集团发展势头正忙 名校人才 纷纷投递 筛选标准 已暗暗上升到第一学历211 其实不止韩式 许多大公司都有严重的第一学历歧视 我冷静地说 一刀切 是为了减轻人力部门的工作量 却会误伤很多有能力的人 人力员工人手不足 应该适度扩招 才不会错过优秀人才 就拿我妹来说 她获得过很有分量的计算机比赛大奖 证明她有实力 至少应该获得一次面试机会 就算不是我妹 是个普通的应聘者 我也会这样综合评估 往事涌上心头 我鼻子一酸 那年高考 她最后一门 发挥严重失常 不然 至少也会是985 韩叶浮浮眼镜 轻笑道 发挥失常 江小姐 这样的话 我听了太多了 我坚持道 如果到时候 你发现她没资格获得面试机会 我会承认自己判断失误 主动离职 她终于点了头 几天后 妹妹连续面完三面 中面由寒叶亲自进行 面试结束 她走到我宫卫边 曲起手指 敲了敲桌子 我问道 怎么样 她笑得春风拂面 没问题 可以给她发off 对了 盈盈 待会儿一起吃饭 附近新开了一家馆子 我也笑了 上班时间喊江小姐 下班时间喊盈盈 你小子还挺会公私分明 小姨来给我妈送生日礼物 名义上是送礼 拿走的永远比带来的多 为了讨好我妈 她主动问起江叔的工作 我妈吃笑 她呀 一个破二本 谁会要 哪里比得上 我们盈盈 名校毕业 又有千金气质 小姨巧声道 那给她找个对象得了 我男人有个侄子 高中毕业 她家不会计较陪嫁 就是男孩人长得丑了点 我妈吐吐舌头 呵呵 讲书难道就好看了 贼没数眼的 这时妹妹神采飞扬地走进客厅 我妈喊道 站住 工作找不到就在家多干点活 别到处乱跑 江叔杨棋手里的公卡 笑道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是谁没工作 天天坐在家里当米虫 看清宫牌上所写的部门 我妈一下子炸了 好你个狐狸精 竟然敢凑到你姐夫身边去 呵呵 什么叫贼喊抓贼 我今天真是见识到了 一个小三上尉的女人 竟然管别人叫狐狸精 说着说着 两人就掐了起来 我气病神闲地给自己倒了杯茶喝 我妈根本打不过江叔 她现在挨打 就是还从前的债 小姨撸起袖子想凑上去助阵 我把腿一伸 她绊倒在地 哀哟哀哟地叫唤起来 一场架打下来 我妈浑身是伤 好不容易攒钱买的套装都撕破了 妹妹整整头发 心满意足 神清气爽 向我打了个招呼 一转身又走了 我简直怀疑她这趟回来 就是为了跟我妈掐一架 家里成了个烂摊子 我妈蓬乱着头发嚎啕大哭 保姆孙一问 小姐 你怎么不安慰安慰夫人 哭得真可怜 我叹了口气 你快收拾东西吧 马上她就要开除你了 这保姆自诩是我妈心腹 惯于拱火 十分讨厌 今天总算要摆脱她了 她表情困惑 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淡淡道 今天这一切你也看到了 你说 她要是把你留下来 还能继续搭女主人的架子吗 我妈有多在意面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听懂了 脸色陡然变了 这时 我妈忽然骂我 你是死人吗 看着亲妈受欺负 她接着嚎 我真命苦啊 丈夫不管家事 女儿也不站在我这边 任由那个小东西在家兴风作浪 我气笑了 那你离婚了 本来咱们就是纠战雀巢 你离婚 我愿意跟你走 她看了我一眼 见我神情严肃 哭声便低了下来 我继续搭 当初你打她的时候 没想到有这么一天 没想到你会老 她会长大 风水轮流转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这样的道理 你都不懂吗 我妈不说话 默默走开了 她以前打我妹妹 下手十分狠辣 最过分的一次 她声称丢了件首饰 用藤条抽妹妹 没过一会儿就抽断了一根 妹妹哭着求饶 却说不出赃物在何处 本来就不是妹妹拿的 叫她怎么说得出来 我妈换了根心藤条 甩得嗖嗖的 一边下去 就是一道红狠 前一次 我拦在妹妹前面 却被我妈拎起来 锁进了房间 于是那次 我跪在爸爸脚边 求她拦一下 没想到 她淡淡地说 随他们去吧 盈盈 她把杂志翻过去一页 嘴角隐约 擒着一抹 看热闹似的笑容 我妈打累了 插着腰嘲讽道 江莹 你真是脑子有问题 好好的大小姐 非要认这种下贱的人 当妹妹 上次舅舅家的琪琪来 你怎么不愿意跟她玩 我嚷道 因为小叔是我妹妹 而琪琪 那个到处欺负人的家伙 她才下见 我妈最怕别人嘲笑她娘家 下意识向我扬起了鞭子 爸爸猛地将手里的杂志摔到了茶几上 狠狠地盯了她一眼 她善善地收了手 我带妹妹去抹药 小心地替她喝着红肿的伤口 妹妹抽气着问我 姐姐 什么时候 我才能不挨打呢 我鼻子发酸 摸摸她头发 安慰道 小叔 好好吃饭 好好学习 长高长大 飞得远远的 就好了 妹妹在长大一些以后 常常问我为什么要帮她 为什么 因为我偷走了她的幸福人生 如果不是我 她的妈妈可能不至于重度抑郁 跳楼自尽 我妈曾得意地说 袁佩生下孩子当天 她就抱着更早出生的女儿 悄悄去了她的病房 清明节 我爸又带着我去给袁佩扫墓 在绿草如荫的山坡上 她轻轻扶去墓碑上的扶灰 叹道 你走了二十多年了 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你放心 我把孩子培养得很好 很优秀 也很善良 见她这样面不改色的撒谎 我感到一阵阵恶心 作为小三的女儿 我有什么脸面 站到阿姨的墓前 她想见的 明明是自己亲生的女儿 可爸爸从来没带妹妹来过 不鼓鸟迟疑地叫了两声 我抬头看着青天 心中是巨大的茫然 韩夫人捧着花 静静走了过来 她在圆佩幕前 蹲下 旁若无人地说 小柔 你真傻 什么人值得你放弃生命 你走得好轻松 可是留下来的人 吃了好多苦 我爸失去地走开了 走远了 她回头望望墓碑 又望望我 语气温柔地说 你和她越长越像了 我惊得倒退了两步 浑身都感到刺挠 恨不得原地消失 我说 不 爸爸 你不要这么讲 妹妹才是她亲生的女儿 跟她长得才像 我爸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没接我的话茶 韩夫人邀请我妈去喝下午茶 她拖上了我 花园凉亭里 早已经做了许多富家太太 见我们来了 并不搭理 我妈不安地扯了扯自己的衣服 她自卑了 和她们相比 我妈着实寒酸 衣服鞋包都早已经过季 她没办法 我爸严格限制她的生活费 每个月固定给一点点 她的娘家又是个无底洞 小姨舅舅们轮番来搜刮 一块好不投都恨不得拖走 我妈坐立难安 看看这个 又看看那个 最后向我抱怨 你怎么又穿得这么素 你爸可没限制你花钱 你不愿意贴我就罢了 好歹把你自己打扮打扮 我没理她 我喜欢穿衬衣和休闲长裤 这让我很轻松 宴会主人终于姗姗来迟 我妈笑着迎上去 韩夫人把她当空气 看都不看她一眼 姜身一侧 单手往后一摊 俏皮地说了句 当当当 一个穿着华丽洋装的少女 闪亮登场 钻石项链在日光下闪得耀眼 这闪耀的少女便是姜叔 我妈愣在了原地 韩夫人向朋友们笑道 刚刚在给小叔编头发 你们看怎么样 我现在每天都在过养女儿的瘾呢 哇 这就是班长的女儿 气质真好 小叔 我们都是你妈妈的老同学哦 刚刚还冷着脸的一位阿姨 瞬间笑容灿烂了 原来 这是一场专门为我妈设下的鸿门宴 这些父太太 个个都会替我妹撑腰 我妈像是一只小野鸭 误入了天鹅群 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留下来 无人搭理 走又不甘心 她忽然道 韩夫人 盈盈和韩业的婚事 是不是该定下来了 两个孩子已经约会好多次了呢 这句话一出来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聚集到我们母女身上 韩夫人淡淡一笑 转头向一个女伴说 秦姐 你上次是不是跟我说过 小三的女儿是不能娶的吗 是啊 我跟儿子说 上梁不正下梁歪 我宁可把她扫地出门 也不接受那种女孩进门 韩夫人点点头 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 无数恶意的眼神 像针一样刺了过来 他们上下打量 怯怯思语 用目光对我凌迟 我咬了下嘴唇 起身告退 韩夫人笑道 江小姐 我可没说你 你别多心 妹妹伸手去拉着她袖子 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和不安 她没想到火会迅速烧到我身上 我用唇语向她说 没事 便转身离开 走到花园边 韩叶追了上来 她紧紧抓住我的胳膊 连声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知道她会这样对你 韩叶神情又急又痛 连带着我也伤心起来 但我很快将眼泪收了回去 直视着她 静静道 也许身为小三之女 是我的原罪 韩叶 原谅我无法答应你昨天的求婚 我联系了中介机构 着手准备出国的事 妹妹的工作已经稳定下来 又有韩夫人照顾她 我可以放心离开 这些年 在这扭曲的家庭里 我憋得快窒息了 我想去一国留学 哪里都可以 只要够远 韩叶是个好男人 但她有家族责任要承担 还好我们交往时间不久 现在放手还可以放得下 有天 我在二楼楼梯口 看见妹妹慌慌张张的 从我妈房间里出来 她急急地与我擦身而过 没打招呼 隐约飘来一阵熟悉 无息香气 我觉得不对劲 也许因为我妈喜爱 浓烈香水 小叔十分厌恶香气 从不用香水 护肤品也只选无香款式 我产生了不良预感 寻了个理由 把我妈全套的化妆品护肤品 都送去检查 我的直觉果然没错 有人在那里投下了毒 我妈习惯用手去挖面霜 一焦虑又爱啃手指 这样下毒 是因为了解她的生活习惯 我将妹妹带到私密的地方 把检验报告放在她面前 她脸色变得煞白 男男道 姐姐 姐姐 对不起 她捂着脸呜呜地哭 姐姐 我真的没办法 整个人都快被撕碎了 脑子里 一个小人跟我讲 就算是为了姐姐 也不能这么做 另一个小人 却跟我讲 不这么做 怎么对得起声 你的母亲 稍稍冷静下来 她将一份泛黄的 就报纸放在我面前 醒目的大标题 记录着许多年前的那场悲剧 年轻的女人 刚生下女儿三天 就从高楼一跃而下 脑浆涂了满地 四肢碎裂 扭曲成非人的形状 我猜测 这是韩夫人带来的报纸 读 恐怕也是她提供的 用这种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方式 值得吗 我正色道 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做这样的事 一定会有痕迹 警察什么都查得出来 到时候 你年纪轻轻进监狱 你妈妈九泉之下 会安心吗 妹妹哀伤地问 那我能怎么办 姐姐 难道要我忘记 我妈的痛苦 光顾着过好自己的生活吗 她挽起袖子 手腕到处是累累伤痕 姐姐 每次我过得很幸福 忘记我妈的时候 我都会在这里画一道 用疼痛提醒自己 妈妈砸在马路上 比这痛上一万倍 我轻轻帮她扶下袖子 摸摸她的头 让她镇定下来 然后我说 姐姐教你怎么复仇 我妈不过是个兔丝花 这么多年都依赖着爸爸 如果你要报仇 那你就去打败爸爸 毕竟她才是始作俑者 如果爸爸不再有钱养她 她跌落尘埃 而你事业顺利生活幸福 这才是朱新 妹妹诧异地抬头看我 不再哭了 歪着头想了一会儿 她问 姐 你不反对我报复爸爸 我点点头 不反对 因为她不但害了你 也害了我 如果我不是出轨的产物 也会有更加光明的人生 妹妹听了我的话 同意和韩夫人减少接触 我松了口气 还好阻止得及时 没有酿成大错 但有些事情 我并没能及时阻止 当年高考 前几场考试都风平浪静 最后一场考试前 我妈又作妖了 她故意将变质的东西拿给妹妹吃 妹妹在考场上突发急性肠胃炎 从985的水平跌落至二本 薪酬就恨累加 妹妹报复我妈 实属理所应当 但是 我不能眼看着她把自己的未来也搭进去 我把自己多年攒的钱拿出来 压一副三 替妹妹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 那是一个环境很好的住宅区 房子做北朝南 采光良好 租金虽高 可是很值得 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 有助于她恢复心情 帮她搬家那天 我俩在小区看见一对年轻的小夫妻 推着婴儿车 有说有笑 我和妹妹对视一眼 知道彼此在想什么 这样温馨有爱的一幕 是我们姐妹俩奢求不来的 安顿好妹妹 我去找韩夫人 保姆领着我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 来到一间雅致的书房 韩夫人背对着我 看着墙上的一张油画 那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半身照 我紧了紧手里的包 深呼吸 让自己镇定下来 韩夫人缓缓转过身 奇怪的是 这次她看我的眼神十分温柔 她偏了偏头 问我 这幅画怎么样 很好看 我说的是真心话 尽管我不懂油画 冥冥中却感到亲切 画中穿蓝裙的女孩 眼睛沉静得像月光 画者的笔触似乎饱含深情 韩夫人轻声说 这是我画的 那年我十八岁 在欧洲学油画 想家想得快疯了 她飞来看我 还愿意做我的模特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唯一的朋友 她已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 我深吸一口气 朗声道 韩夫人 请你以后不要再窜多 我魅用北法的方式报仇 那会毁了她 我不管你 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叔一旦出事 我会立刻向警察举报 你才是主谋 韩夫人忽然就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 捂住了双眼 她当着我的面 哭了 我惊诧之下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转过身 背对着我 轻声道 好 很好 江莹 你果然是个好孩子 我很开心 我答应你 好孩子 回去吧 帮妹妹搬家后 没过多久 一次我俩手玩手上街 人行道上绿灯 还亮着 竟被一辆车撞飞了 急救车呼啸而来 昏过去前 我想抬头看妹妹一眼 被工作人员按住了 别试图抬头 从昏迷中醒来时 我妈正坐在病床边碎碎念 盈盈 你可千万不能有什么事啊 妈这一辈子 可就指望你了 妈自己还有什么指望 走到哪里都低人一等 明明是合法的 却被看成小老婆 听到这些话 我恨不得再晕过去 见我醒了 她惊喜地尖叫一声 我问道 妹妹 她怎么样了 她瞬间换了一副 后妈脸孔 撇嘴道 她命贱 死不了 比你情况好多了 韩夫人就在这时 抱着一捧花 悄悄走了进来 天气转凉 她早早换上斗篷式的黑色大衣 衬得整个人越发轻瘦 她一身黑的怀抱着 粉紫色花束 站在床角看着我 也不说话 我妈愣了片刻 接过花笑道 韩夫人 你来就来吧 还买什么花 真是太客气了 她手忙脚乱把花放下 动手扶我 盈盈 你坐起来 跟韩阿姨聊聊 韩夫人急忙制止了她 爱 别动她 要听医生的 我吃力地说 韩夫人 您请坐 我说出这句话 花了很大的力气 并不是因为受了伤 而是因为 自从上次她在我面前哭了 我就很怕面对她 我能感觉到 也许是看在妹妹面子上 她对我的敌意 已经消散 也许她对先前欺负我的事情感到抱歉 可是 那也不至于哭啊 现实中 看见一个不太熟的成年人 在面前哭 比看见对方赤身裸体冲击力还大 我妈打破了病房中的寂静 笑道 韩夫人 您放心 两个孩子都脱离危险了 说起来 我们盈盈真可怜 听警察说 车撞过来的时候 这孩子把她妹妹挡在了身后 哎 我们这孩子 从小就心地好 她喋喋不休 盈盈这一点 就像我 心软 这次江叔需要输血 我撸起袖子就说 抽我的 抽多少都行 是 平常我俩是有点摩擦 可是做母亲的教育孩子 孩子心生不满 这也是常识 哪里能跟孩子计较 虽说她不是我亲生的 这次 我 妈 我渴了 你去帮我问问医生能不能喝水 我打断了她 哦 她一由未尽 但终于是离开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再说下去 哪怕韩夫人不信 我妈自己也要信了 小叔身上累累的就伤摆在那里 韩夫人信她才见鬼呢 她这样自作聪明 只会让人更瞧不起 我不知道说啥 只得又说了一遍 韩夫人 您请坐 韩夫人走近我 似乎要摸我的头发 我下意识偏了下头 她迅速地把手缩了回去 接着 轻轻对我笑了一下 她那笑容里 似乎包含着很多东西 我想琢磨一下 可是头有点痛 于是作罢 那 我先走了 赢 赢赢 你好好休息 她第一次这样叫我 我不想显得太冷漠 便说 韩夫人 保重身体 她在门边顿了下 没回头 离开了 我妈回来时 看见韩夫人已经走了 对我一通埋怨 怎么不留人家多坐一会儿 趁热辣静下感情 你跟韩叶的事 不就稳了 她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耳边说 我听人说了 韩家真正的掌权人是韩夫人 她不是随夫姓韩 她本来就姓韩 祖上可是赫赫有名的 我很无语 就算为了讨好她 也不能随口就来 还抽你的血 什么呀 我妈气鼓鼓地说 我没撒谎 你不信 去问护士 最后 我确实没献成血 可不是因为我作假 是你爸爸不同意 提到我爸 他的语气呼得温柔下来 那天我提出给他献血 当然是为了你 谁让韩夫人那么看重他 妈总得拿出点态度来 不能给你拖后腿 可是 你爸拦住了我 特地嘱咐护士 不能让我陷血 哎 他晓得我身子弱 他心疼我 这件事让他非常感动 把当天的情景 反复说了好几遍 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 他又说起驯夫之道 我不耐烦听这种话 故意唱反调 能被勾引走的男人 都不值得要 别人要是真不喜欢我 做啥也没用 不如放手 姿态还好看些 我妈急了 怎么没用 她用推心置腹的口气说 傻丫头 妈告诉你 只要你一直在一个男人身边 捧着他 他总有一天会动心的 女人可不能心高气傲 放得下身段 才是扎扎实实的好处 我爸进来了 周梅赤道 说了多少次 不准在他面前讲这种话 他带来了最新的消息 经过警方调查 汽车的主人投资失败 报复社会 撞伤我俩以外 还撞死了一个 不到十岁的小朋友 警察赶到时 他已经畏罪自杀 不到十岁的孩子 我心中侧然 我爸摸了摸手腕上的佛珠 叹息道 人间贪嗔痴恨 都是太执着 我痛苦地闭上眼睛 好吗 让我妈闭嘴 她自己开始了 好像手里 提串佛珠 就能悲悯苍生 江家明明 才是五毒俱全 我真是好命 身体里流着这两个人的血 过了些日子 我妈回到了麻将桌 我爸出差了 我乐得清静养病 小叔的伤势比我轻得多 住着拐一跳一跳进来看我 有他坐在病床边陪着 哪怕一句话不讲 病中生活也变得好过很多 不过 有时他在病床边 大脚烤羊肉串 自然香混着油香 扑鼻而来 却偏偏不给我吃 相当讨厌 可是 我一向拿他没办法 韩叶也来看了我好多次 作为团队的HRBP 我督促他少往医院跑 专心工作 市场竞争激烈 别给对手可乘之机 他无奈地摊手 江小姐 此时此刻 我是以男友身份坐在这里 你竟然如此公事公办 太伤人心 韩夫人倒是没再出现过 换药的时候 护士问 对了 江小姐 给你送这花的 是你什么人 是个阿姨 怎么了 他呕了一声 感慨道 气质真好 像以前的明星 江小姐 你知道吗 那天你们刚送到医院 他就来了 正好有个病人没抢救过来 他以为是你 吓得腿软 都跪在地上了 还拼命扶着墙站起来 哭着问是江盈吗 是盈盈吗 哎 叫人看着真不忍心 好在你没事 护士小姐 圆圆的脸上 满是同情 真怪 韩夫人对我感情这么深 可是 我不但和他非亲非故 还是他仇人的女儿 怎么想也想不通 我自嘲 别太自恋了江盈 晚上寒夜下了班又来看我 小叔已经回去睡了 病房里 静悄悄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向他说起心里发酵许久的疑问 他替我噎噎背脚 笑道 盈盈 你本来就是个让人喜爱的女孩子 不要妄自菲薄 我妈对我讲 如果我对你不好 她绝不会轻饶了我 一定扒掉我一层皮 听了这话 我觉得更加夸张了 养病无聊 我举着遥控器在电视上找东西看 没力气看新剧 便决定重温多年前看过的台剧 那句很虐 女主怀孕跑路 多年后 父子相见不相识 孩子意外受伤 送进医院 男人热心捐血 女主对医生道 他不能捐 电光石火煎 医生作为一个知晓往事的人 明白了一切 直系亲属输血会引发不良反应 孩子的身世已经呼之欲出 男主还一脸猛的疑惑 为啥不让他捐血 真是个大傻子 我抽了张纸巾抹眼泪 抹着抹着 呼得顿住了 那天 我爸主妇护士千万不能让我妈给小叔捐血 这个行为突兀又反常 难道妹妹才是我妈的亲生女儿 而他蒙在鼓里 并不知情 我自嘲病久了 奇思妙想 摇摇头把这个奇葩的想法抛开 但深夜失眠 这个念头又回来找我了 父亲怀念原配这么多年 为什么要冷淡原配的孩子 还纵容我妈虐待他 就像我妈说的 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 才会爱他的孩子 他明显不喜欢我妈 那轻蔑厌烦的眼神 骗不了人 在原配的幕前 他曾说 你和他越长越像了 如果妹妹才是我妈亲生的孩子 一切都说得通了 如果韩夫人也是知情者 那他全部的举动都不再矛盾 对我妹好是为了赢得她的信任 等她报仇以后 再向警方提供线索 一是二鸟 我一夜没睡着 睁着眼看着外面天空颜色变淡 等到红日满窗 我给韩叶拨了电话 终于到了出院的日子 阳光下 我有种黄粮一梦 换了人间的感觉 随身的包里藏着一份 亲子鉴定证明 我和李景 并没有母女关系 这个事实 让我哭都哭不出来 那个在大街上 惨烈摔死的女人 竟是我的亲生母亲 使怀胎十月 以自己的血肉 孕育了我的人 而我竟二十多年 任贼做母 不仅如此 宠爱我的父亲 逼死了我的母亲 而李景 二十多年来 一直在残害 亲生骨肉 小叔一直背负着 不该由他背负的 挣扎与痛苦 那本该是由我背负的 从得知消息到出院 中间有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间 我辗转反侧 频频失眠 最终决定 先瞒住这件事 我想立刻跟李景思破脸 但却明白不能那么做 投鼠忌气 小叔身心尚未彻底复原 经不起这件事的冲击 对李景的厌恶 需要很大的力气去掩饰 好在他是个粗疏的人 我又因看不惯他虐待小叔 本来就和他不亲 不急 慢慢地 我会想出万全之策来报仇 没想到李景仙发现了这件事 他说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 庆祝我出院 那时我没多想 我不知道他想替我换个新包 还趁我吃饭溜进卧室 自作主张替我腾出旧包里的东西 我上楼时 他正像个木偶人一般拿着报告 听到门口动静 他呆滞地转过头看我 我很快镇定下来 事情既然捅出来了 只有硬着头皮上 出乎我意料 李景扑通跪了下来 盈盈 我不是故意的 你别生妈妈的气 盈盈 生恩 哪有养恩重 妈妈爱的是你 那个剑种 妈妈看都不要看他一眼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是这种反应 难道 他觉得没有脸去面对妹妹 不如抓紧和我的感情 可他逼死了我的生母 而且如果没有交换的事 被虐待的就是我 李景伸手想拉我 我厌烦地后退几步 他愣了一瞬 爬起来 蹬蹬蹬下楼 他一下楼就甩了妹妹一个巴掌 尖声道 江叔 你给我滚出去 我紧跟着跑下去 拦在他面前 骂道 李景 你疯了 他拉扯着妹妹 脸却朝着我 我不要她 盈盈 我不要她 你给我闭嘴 我怒急 甩了他一巴掌 妹妹愣住了 他从没见过我如此失态 慌张地问 你们这是在闹什么呀 江云天 从书房走了出来 气定神闲地说 江叔 来 正式认识下你的亲生母亲 你也闭嘴 我朝他怒吼 可是没有用 一切都瞒不住了 妹妹看看李景 又看看江云天 扯了两下嘴角 神经质的哥哥笑了起来 他于当天精神崩溃了 妹妹病得很严重 医生说他必须住院治疗 我焦头烂额的医院公司两头跑 一边打听更好的精神科专家 李景试图跟着我 续续哭诉道 盈盈 看在这些年 我尽心尽力养育你的份上 别不认我 我冷淡地将她推开 李女士 当年逼死我妈的事情 我决定向江云天算账 但你我所谓的母女情 今天一笔勾销 法律上我对你有赡养义务 你可以去起诉 我不会拒绝执行 但也不会多给一分钱 但是 如果叫我知道你还敢再伤害我妹妹 我会连逼死我妈的账也一起算 我没空和她纠缠 妹妹的情况很不乐观 我联系到北京的医院 去找江云天要钱 她故作幼儿言她 最后说 盈盈 何必去管她呢 你想出国留学 多少钱爸爸都会给 可是江叔已经是个废人 何必把钱往水里撩 再说了 你已经知道真相 他们母女有这个下场 你该高兴才是 她脸上是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 我不跟她废话 转头就走 江云天 我跟你的账 有清算的时候 韩夫人去世了 原来她回国时 已经是癌症晚期 怪不得最后一次见面 她那么轻瘦 韩家一片忙乱 在这忙乱中 我很抱歉地来到韩业面前 她双眼通红 胡子拉叉 可是为我停住脚 耐心地问 怎么了 盈盈 你有心事 我说 韩业 抱歉这个时候找你 我就直说了 江叔情况不乐观 请借我一笔钱 我边说边拿出借条 这些钱 我都会还的 她轻轻拦住我的手 不急 盈盈 你比自己想象中有钱多了 我妈遗嘱里把股份都留给了你 换句话说 韩是现在根本就是你的 我愣住了 呆呆道 什么 她表情严肃 不像是拿我寻开心 我问道 先不提你母亲为何要把财产留给我 作为儿子 你不介意吗 韩业轻轻一笑 盈盈 我并不是妈妈亲生的孩子 只是个养子 我的生父母是留学生 一场车祸双双去世 只留下安全座椅上的小婴儿 父亲来自西北乡下贫寒家庭 母亲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 没人能照顾我 若不是她好心收养 我怎有机会幸福长大 还念长青藤名校 妈妈一早就告诉我 她会把财产捐给慈善机构 我对此十分赞同 最后 她决定留给你 我想她有她的道理 尽管头晕晕的 我开始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韩业把手扶在我肩膀上 江小姐 现在你有很大的力量 想做什么都很容易 我忍不住问 你早就知道这一切 不 我只比你早知道一天 来 我带你去找周律师 周律师是个胖乎乎的大叔 像之雄一般健壮亲切 她郑重向我确认了遗嘱的事情 我叹息道 阿姨好慷慨 韩业说 所以 你想做什么 作为你的员工 我很乐意配合 我宁神思考片刻 抬头果断道 首先 我要找一位办事得力的人 替我找到全球最好的医生 把江叔送过去治疗 我继续道 第二件事 我要打垮江云天 他的公司主营什么业务 我们就去占领那部分市场 寒业定定看着我 有一会儿没说话 我问 怎么 他笑道 刚刚你那神情 像个尖牙利爪的小豹子 十分迷人 我没想到你还有这一面 在气势雄厚的韩氏集团面前 我爸的公司只相当于一只小山板 我们一旦搅起浪潮 他那艘小船便岌岌可危 眼看要翻 但我故意拉长收网的过程 把他放在油锅上 多煎一阵子 江云天焦头烂额之际 惊人指点 方来求见韩氏新任老板 我缓缓转过针皮座椅 对上他惊诧的脸 女儿 怎么是你 我挑起一侧眉毛 江先生 你有什么事情 女儿 是你在和我作对 不然呢 江云天颓然瘫倒在椅子上 可是他毕竟老到 很快收拾心情 挤出笑容 女儿 我们之间有误会 你耐心听爸爸讲 我握着两只手不语 静静盯着他 他说 当年 我一时受了李景的诱惑 本打算拿钱让他消失 没想到他说自己怀了孕 还是男孩 你母亲身体不好 医生说最多生一胎 我担心 你如果是个女儿 以后将无人可以医帮 所以 我想着 先让他把孩子生下来 去母留子 如果是个女儿 就让这个男孩替你安前马后 他越讲越流畅 可是他竟敢骗我 得知他去了你母亲的病房 我杀了他的心 都有 后来 你母亲跳了楼 我本打算将李景扫地出门 却忽然有了个好主意 他不是想当江夫人吗 好 我给他机会 交换两个同一天出生的孩子太容易了 我要让他亲手虐待自己的孩子 我笑道 哦 李景在你心里 一点分量也没有 那当然 他是什么东西 连你母亲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 他装出老态 扶着头挨叹 女儿 我是犯了错 可是我在尽力弥补 为你母亲报仇 我把这个恶心的女人留在身边 这些年 他这个江夫人当得有名无实 你是看在眼里的 女儿 你能理解我一片苦心吧 好无耻 好歹毒的男人 我什么话还没说 他就到豆子一样 说上一大篇 这些台词 不知道已经排练多少遍 我拍掌道 演得很好 您应该去念电影学院 不然太屈才了 江云天脸色变了 想继续辩解 我示意他闭嘴 我站起来 居高临下 你想说 孩子 我把他们母女留在这个家里 放任他们骨肉相残 不正是替你母亲报仇吗 可是啊 江云天 你才是悲剧的始作俑者 当初李景可不是强迫你上了床 再说 江书又有什么错 你这个老东西把自己当什么了 还敢设计我们的命运 江书错就错在 不是个男孩 假如李景生了个男孩 到底会是谁替谁 安前马后 我将一达资料 摔在桌子上 那是他这么多年 试图给自己制造继承人的证据 他留下李景 除了将害死妻子的事全推到他身上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看中他生育的能力 但是苍天有眼 他意外受了伤 酒精治疗依然没有恢复生育能力 江云天被我戳破隐集 终于卸下慈父的虚伪面具 他朝我怒吼 江云 是谁教你忤逆父亲 你知不知道 古时候 一个父亲是可以让孩子去死的 韩英这个贱人 自己不能生养 捡引孩子来养 还挑拨别人妇女关系 我笑了 关汉阿姨什么事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是我恨你 是我看不起你 看不起你对婚姻不忠 做事卑鄙 她冷哼一声 信不信我找新闻记者曝光你 看看你是个多么忘恩负义的不孝女 我无所谓的白手 去吧 去吧 说得好像没人知道 你最早的一桶金是我妈的嫁妆 凤凰男配不孝女 咱们真是旗鼓相当 刚好绑在一起上新闻头条 她被我气得正住 捂着胸口直喘气 我按灵叫保安 请他们撵人出去 我冷冷道 回去吧 回去接受你破产和穷困潦倒的命运 韩叶跟我说 他爸爸想见我 还是那个书房 那幅油画还挂在原地 做画的人却已经走了 韩叔叔握在扶手椅里 整个人因哀伤缩小了一圈 他轻声告诉我 江莹 当年你妈妈出事 也带走了韩英一半的命 得知消息后 她本打算立刻飞回国 可是她的精神状态出了很大问题 她似乎觉得自己依然活着就是罪 深深自责没有放弃画展 守在你母亲身边 这些年 她一直挣扎在自杀的边缘 我很少敢让她一个人待着 直到她患上不治之症 加紧回国报仇 但是她告诉我 遇见你以后 她改变了想法 孩子 你韩阿姨走的时候 没有什么遗憾 她最后的心愿 就是让我把这封信交到你手上 我接过深紫色信封 隐隐闻到茉莉香气 那是韩阿姨的味道 我鼻子发酸 嗓子被泪水堵住 说不出话来 韩叔叔很体谅地递来雪白手帕 她已决定带着韩夫人的骨灰 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度过余生 她笑道 有空的时候 你们两个年轻人若是想起我来 欢迎来做客 韩叔叔又交给我一打稿子 说这是我妈的遗稿 插图是韩夫人画的 画好的当夜 便在梦中去世 我这才知道 妈妈生前是写儿童文学的作家 韩叔叔叹道 你妈妈去世以后 韩英再也拿不起画笔 但是 你来拜访那天晚上 她又去买了作画的材料 我微笑道 叔叔 您放心 我会找人出版这本书 让他俩的作品 可以流传在世上 黄昏时 我坐在韩家花园一角 静静 读韩夫人的信 盈盈 你看到这封信时 我已经和你妈妈在一起了 不管是天上地下 总算是又团聚了 我最庆幸的 就是生命的最后时刻 认识了你 孩子 你比我想象中 好上一万倍 很抱歉 我曾经对你有偏见 毕竟你是那个人的孩子 可是那天 你勇敢地站在我面前 维护你妹妹 我对你的戒备一律 顿时雪消 那一刻 我仿佛再一次看见你妈妈 你不知道 我是多么高兴 又是多么惭愧 后悔 盈盈 你妈妈是一个很棒的人 从小总是她安慰和鼓励我 我胆小 爱哭 常常生病 脾气别扭 她却相反 勇敢 热烈 坦荡 像一只小鸟般 扑着翅膀 飞到呢 就给哪里带来阳光和音乐 这样好的她 竟然愿意照顾陪伴那样 别扭无趣的我 我真的很幸运 她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体肤无罪 怀必其罪 你妈妈太纯粹善良 才会被伤害 但这绝不是她的错 孩子 我能看出来 你妹妹对你感情很深 这是你种下的善果 你们这代人 爱比仇怨多 是好事情 孩子 可惜 我已经没有时间多多陪伴你 祝你幸福 健康 平安一生 三年后 妹妹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我在风景美丽的湖区给她买了房子 落地窗子对着蓝天白云 淋淋地波 我常常去看她 妹妹亲自下厨做饭给我吃 有一天 她搅着锅里的土豆炖肉 主动提起了家里的事 见我神情紧张 她轻笑道 姐姐 能谈论这件事 说明我已经真正放下 姐姐 我曾经有个很可耻的想法 希望我是你的亲妹妹 便不会被虐待 也不用背负生母自杀的痛苦 愿望以一种恐怖的方式 部分的实现 我活着一刻 身体里就流动着一个 我最讨厌 也最讨厌我的人的血 我真是一点活下去的力气都没有了 姐姐 还好有你 是你把我拽住了 这些天 我在想 姐姐你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你又何尝没有代替我承受人间恶意 我知道妹妹说的是哪件事 高中时 我曾对一个男生很有好感 常常看他打球 向他借笔记本 在他生日那天 精心准备了CD 那是他最喜欢的乐队 可是 那天 他当众推开了我的手 厌恶地对我说 我不要你的东西 脏 后来 我才知道 他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 不知道是谁 告诉他我的身世 那天 是妹妹冲上去 把这一米八的男孩 按在地上 暴揍了一顿 因此 还被记了过 这么多年 我还记得他气势汹汹地 拧着男孩的耳朵 叫他道歉的神情 那男孩说话 虽不好听 但也是可怜人吧 江云天 所谓的安排 让我的成长之路 一直笼罩着羞耻 与自我厌恶的阴影 这歹毒的安排 满足的只是他自己 掌控一切的恶趣味 哦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向韩阿姨 他们暗地里 邀功 推卸自身背叛妻子的罪责 江云天破产后 四处奔波筹钱 想东山再起 却频频遭遇冷眼 直到酒后中风 被我随手丢进一个疗养院 李景在他生病前 都和他一起生活 惯性真的可怕 这样的两个人 竟然还一起生活了三年 江云天中风后 李景回了娘家 很快 全部的钱 都被弟弟妹妹偷去赌博 他向他们要钱 被联手殴打 神志失常 进了同一个疗养院 这些事 妹妹不问起 我才懒地说 妹妹说 好了 开饭 土豆炖肉上桌 最简单的家常菜 有最温暖人心的味道 我把炖得面面的土豆 在米饭上戳开 一边说 我得少吃点 马上九月和寒夜办婚礼 到时候穿不上婚纱 那就出阳相了 妹妹手撑着下巴 宠溺地看着我 在我身后 清风正吹着大朵的云游走 这是一个凉爽的晴天 最好的那种天气 我们的人生 还会有无数个好天气 我真是就像这样子 曾经帮助 我说这就是 我们人生的協力 在一分之后 不过 从来 那种东西 连到 所以 从来 ross 你 无人生的博物 我们人生的博物 这种东西 都是 我们个人生的博物